要去泰國旅遊的觀眾朋友要特別注意了 那麼泰國在20號已經爆出出現了 首例本土的Omicron的確診 那麼這讓泰國政府已經從今天開始 恢復外國旅客入境的強制隔離措施 來嚴防變種病毒入侵 泰國政府宣布只要是外國旅客入境 就必須要接受強制隔離措施 接連已經完整接種的旅客也不例外 泰國為了挽救旅遊經濟 在上個月初才結束了18個月的 嚴格入境政策 卻沒有想到隔不到兩個月 就因為Omicron的入侵 讓泰國不得不來加緊防疫的措施